在前面 目录不会摆在书的后面 通常摆在书的前面 在封面进来以后 就会看到目录 所以游标呢定位在活动名称 这个火的前面一闪一闪的 好 先定位好了 定位好之后呢 他请你呢插入 Home白页 不是分页哦 分页是往后 插入空白页是往前插入 所以游标定位好之后呢 到前面把插入的 所影标签点下去 这边啊 就会有个空白页 有没有 空白页就是往前增加页空白的 分页符号是往后增加页空白的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的差别 好 来 插入空白页 把它点下去之后 这个时候呢 你呢 看一下你的文件 有没有 应该呢 上面就多一页空白的 出来了 有没有 好 啊这边会有个1 有没有看到1 好 啊因为呢 它是 我们刚刚是定位在那个什么 活动名称那边嘛 所以它会把体质带上来 你呢 就到上面这边 调子里 游标移上来 哦 游标呢 到上面这页点一下 到这个空白页的这个最前面点一下 它现在有这个编号嘛 你把这个编号把它取消好不好 把这个编号取消 所以呢 你游标先定位在这边一闪一闪的 哦到上面啊 常用这里 去把编号按掉就好了 哦把编号按掉就好 去把编号的体质啊 把它按掉就可以了 哦 好 有没有问题 可以哦 嗯 我这边就变2 你把它改一下就好 重新 没关系 如果它变2的话 你把它重新再按一下就好了 没关系没关系 来你看一下 哦 对 你把1呢 你原先把那个空白页的1 按掉了嘛 对不对 那你到底下去看 如果它是2的话呢 应该它会自动变回来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在活动名称这边点一下 重新的再去点 重新的再去选一个 再去选一次123 它就加上去了 应该它会变回来才对 好 来 那么我们在空白页这边 空白页这边 点一下呢 打上目录 两个字好不好 在空白页 前面这个空白页这边 我们打上目录两个字 目录 在空白页这边 我们打上目录两个字 打完毕之后呢 按个Enter下来 打完毕之后呢 按个Enter下来 好了哈 那它会把体质带下来啦 它如果你目录按下来之后 它会把体质带下来 所以等一下呢 出现了目录的字哈 等一下出现啦 那个字呢 会跟上面一样大 会跟上面的目录啊 一样大 所以如果你不想 那么呢 你都可以呢 如果你怕呢 会跟上面的字一样大的话 你也可以按上面这个 把这个体质啊 把它清空一下 如果你怕会跟上面的目录 一样大的话 你就把这个体质啊 清除格式按一下 清除格式设定 知道哈 按一下 这样等一下出来的字 就不会太大了 好 那么呢 请记住哈 各位 你要做目录哈 它的先决条件是 记不记懂 这个文件一开始 有没有做大纲模式 是不是有做了 阶层一阶层二 关键应该有那个东西哦 如果你阶层一阶层二都没有去设哈 这个目录这边是做不起来的 听懂意思吗 所以将来你在公司做的时候呢 在上上做 如果你知道说 你这份文件要做目录的话 那你一开始在做文件的时候 那个大纲阶层 那个阶层一阶层二 一定要做出来 最起码要做到阶层一 知道吗 你阶层二 那个小标题不做没有关系 你就至少要有阶层一 这样才可以有目录跑出来 这样请记住哈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怎么做 请你呢 游标定位好以后呢 我们到上面的参考资料点下去 好 这边哈 从这个步骤室这边进来 插入目录 所以呢 请各位呢 哦 这边参考资料按进来 往左边找 我们可能找到一个目录 有吧 目录 这个目录呢 一个大大的按钮在这里 点下去 请各位呢 到最底下 最底下 有一个自定目录 在我看点 自定目录 把它点下去 好 在这边啊 在这里 这个功能表 请注意了 首先啊 请你确认一下 显示页码要 页码靠右也要 所以这两个都请你把它打钩 至于 我们的标题跟页码之间 要不要一条底线呢 通常是要 所以这边你确认一下 是底线 所以简单 人家说这三个 你都不用把它改 只是确认一下就好 重点在底下这里 来 格式这里点下去 本来是取字范本 现在呢 课本请你选正式的 正式的 显示阶层啊 各位没有看到显示阶层 有没有 你呢 把它选了2的话代表 它显示的就是 阶层1 阶层2 这样懂意思了吗 那如果你觉得不要 我只要大标题就好 那这边的阶层就显示什么 1 这样会了 所以就看你要显示几层 就看你要显示到 多深的一个情况 那课本的话呢 我们有设 这份文件 我们设的大阶 阶层1跟阶层2嘛 所以我们选2就可以了 好大致上呢 到这边其实就可以了 好我们按一下 确定看看 好那各位看一下 我们的目录 是不是就跑出来了 这样会了 这样会了 那如果各位呢 你想要再去设定它的文字 要多大 要什么字型 那你再把它选起来 再到上面的常用 看你要几集 比如说我要设14集的大小 我要微软正黑体 要粗体 随便 你都可以自己去设定它 这样了解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 我们的要求 如果说呢 各位呢 跑出又跑出页空白 你先不要紧张 那是因为呢 它一行跟一行之间 隔太开了 有没有 所以我建议你呢 你把它们的这一个 选起来 一行跟一行之间 太开了 导致于跑出空白页了 那我们就到 段落的功能表打开来 这边 记不记得 这边 段落的功能表 打开来 你把刚刚那个目录选起来 到段落的功能表 这边我们还记不记得 这边请你选什么 最小行高就可以了 文件隔线被设定时贴齐隔线取消 大概你设了这两个 它你的轮起来 这两个 一个是最小行高 一个是文件隔线被设定时贴齐隔线 打拨取消 看到了 这两个 好 按确定 那么呢 它这时候呢 就整个 轮起来 它就不会再跑出空白页出来 炒你了 好 以上啊 这边就是我们讲的 制作目录 至于上面这个目录这个字呢 那么我们就把它制中 好 好 那如果你希望底下一条底线啊 你就把它选起来 加上底线 好 有时候呢 它目录底下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的目录啊 就完成 这样会了 所以呢 所以是放在文件的最后面 目录通常放在我们的封面页进来之后 那么呢 这一页啊 就是我们的目录 好